所有健康咨询访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健康咨询访 我们说了这是一个我们彼此在医学医疗上面 可以共同学习的话题 这个节目自从播出以来得到很多朋友的回响 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正确的医学观念 也很感激我们能够请到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医生 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专长 其实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其实我们每一个专门一科的医生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都是针对每一个科别的项目 但是我们希望穿插在每一个项目里头来进行 这样的话对于所有的朋友来说 可以比较找到属于我所关心的一个节目 今天其实我们点的一个大标题就是 女人要爱女人 一个女人要更珍惜自己 别人才会更爱你 而女人常常经过一生的辛劳 忘记了要照顾自己 所以女人要照顾自己 要先爱自己 同时我们也呼吁在迎评前面的男士们 透过这个节目 我们也能够看看女人们这一生所经历的许许多多事情 能不能让我们也有一些的学习 事实上在准备今天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个人也在学习 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题目 女人要爱女人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妇产科的专门话题 而更荣幸的是我们请到了一位在妇产科专业里头 近有50年的经验的一位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其中有40年他是在接生产科 而且50年是专业于妇科 所以我在问他说 我们来谈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就说什么样的问题我都可以谈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这真是一个找对了一个好的华多医生 来和我们朋友们分享 让我们先来介绍今天我们特别的来宾 就是我们的在纽约相当知名的妇产科医生 郭继超 郭大夫 郭大夫你好 你好 江汉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说您在妇产科已经50年了 是的 那可不问你 接生过的baby大概算得出来有多少个吗 实在是算不出来 因为接生有些是自己的病人 有些是别人的patient 可是比如生不出来的时候 你们要去帮忙 那周恩医师就会找我去帮忙 那我帮忙用产钱生出来 那就也不能说算我的还是算他的 是这样 我记得我为什么说特别今天请到郭医师来 就我们说这个题目我们定的是女人要深爱女人 然后我们请到郭大夫来就说 他不仅是一个在妇科方面非常专注关怀许多女性 蓬包们 重要的是他这一生也是一个爱老婆爱女儿爱孩子的一个好爸爸好先生 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专门科医生 那我们算我刚刚就说他说真的算不出来接生过多少的baby 但少说也有快要上万个了 那么您所处理过的妇女病症你大概也算不出来多少的女人经过你的检查 对不对 对 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算出来 不过 这个机会我真是要感恩这50年来来看我的配训 真的是医生对你来讲实在是很感恩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们的郭医生说其实50年的行医要感谢所有来曾经向他咨询和看诊的病人 这是他感恩的部分 我想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问一下郭大夫究竟我们说妇女的病症实在或者说妇女的病情有各种种类 有的是就是说成长经验里头固定的有些呢就是妇女的病症 您可不可以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分析一下究竟妇女的病症有些什么样的科别 什么样的类别种类 是可能用年龄层来分析比较容易 是 比如说从青春期 青春期的女孩来看我的时候最常见的是月经没来 月经从来没有来过 或者呢来过一次以后过了好久又不来了 这个是青春期最常见的毛病 就是她发育的问题 好等到大了一点上大学的时候这些来看妇科的可能大部分的人是不避孕的问题 你看那个厨房里大部分我们开的是避孕药 那这个是比较年轻的女性第二个问题 然后再大了要准备结婚了 就是这样你刚刚我们事先就要谈的在怀孕以前怎么样去谈 好这个counseling怀孕以前的counseling好 那等怀当然怀孕以后那又是一连串的问题 好等怀完孕到中年这个时候又是肌瘤 肌瘤是最常见的问题 肌瘤内膜异味 然后呢慢慢的这段时间当然也会有一些传染的问题 然后等到再大一点更年期的问题来了 更年期问题来了 来了以后慢慢她又度过这段时间 就变更年后期 更年后期又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妙事进 比如说子宫下垂 膀胱下垂 所以这个一连串的问题 都是我们常常见到的复合的毛病 今天郭大夫用这一段的时间来告诉了我们 妇女从青春期开始到更年期之后 人生所会面对的种种问题 我相信是很多朋友 刚刚所提到的每一个小点 都是大家所关心的 您一开始提到了青春期 我们说青春期是一个少女怀春的情形 就像您说的 我们今天有一些的妇女 她们常常在问你说 最烦恼的是来了也烦 不来也烦恼的好朋友 我相信今天所有的男士之所以 没有办法体会这一点 就是说这一个您说的 这个月经的来临的时候 对很多的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 是件很大的折磨 可是您又提到了后来说 当更年期的时候 就是当他旌旗结束的时候 又要面临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先来谈青春期的 这个青春期的问题 您刚才说了就说 刚来了有的就不来了 或者来了之后或者不正常 通常面对这一类的问题 他们所要这些年轻的女性 他们碰到这类问题的时候 您会怎么样的引导他们 同时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来度过这一位 我们说的出潮时期之后的困扰 当然从来没有来过月经的人来看你 所以你除了做一般的检查以外 一定是抽血 抽血你看他的这个情况是说 应该来了 可是没来 就是他血里的荷尔蒙已经到 是应该来月经的人了 可是没来 那就要抽比较更进一步的血 有的时候就会发现 它是一种先天的染色体的毛病 比如说是这个 它染色体是45XO 一般是46XY 是女性 可是它是45XO 或者是47XXY 这种染色体的问题 所以月经不来 这个是 我们刚刚讲到 从来没有来过月经 或者来过月经以后 月经又不规则 这个时候就是属于 内分闭学的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到 即便一个月经的 这个所谓的好朋友 常常困扰了很多的年轻女性 其实这是就像您说 可以从血液里头的厌血 来找出这个问题 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 这个所谓的月经前后 我们在医学上有个名字叫做 惊奇症候群 就是说很多的女性朋友 在惊奇来之前 就很身体就是很大的 明显的不舒服 而这个部分是真的是 生理的现象 还是有心理的现象 是就是怎么分辨 这个是生理期 这个生理的痛 还是说有病的痛 有病的痛 这个照临床经验看来 很多人后来发现 有巧克力狼肿 的人 其实他老早可能就有了 可是他原来 因为害羞 没有去看医生 那他假如是 惊痛的程度 实在是 让他难以忍受 他吃普通的止痛药 都止不了的话 这个时候 他就应该去看医生 那我们复合医生 不一定 非要做 详细的检查 因为 Virgin 你根本不需要 做这个 病道的检查 那怎么办呢 我们做超音波 超音波 从肚子上也可以做 甚至于呢 超音波 可以从肛门里 直肠进去做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个人是不是有 巧克力狼肿 就是我们所谓的 内膜异味 假如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是病态的 月经痛 那就需要治疗 那治疗当然有 内科的 有外科的 刚才 你看这个图 是 子宫内膜 假如跑到暖巢去了 这个叫子宫内膜 异味症 那所以在暖巢 每个月流血 所以在暖巢 就会形成血块 血块以后 就是叫做巧克力狼肿 这是最常见的 妇女精痛 尤其年轻女性 到后来压力 生活的压力 晚婚 到后来 这个不孕 跟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子宫内膜异味症 有很大的关系 是 关来风您这里提到了 就是说巧克力狼肿 这巧克力狼肿是因为出血 累积在里面所造成的 还是它天生里头 就有一些的狼膜 在这个地方会成形呢 它当然是天生不会有的 天生的话 你可以看到两个正常的暖巢 里边应该是 只有生理性的暖炮 它每一个月 有一个暖炮成熟 成熟以后 暖子排出来 要排暖 排完暖以后 那这个暖炮就变成黄体 到下个月 它又开始 暖炮重新再涨 另外一个暖炮 重新再成熟 可以它不应该里边 有一些血块 那血块久了以后 就变成一个狼肿 那狼肿里边 因为是血块 像巧克力一样 所以叫做巧克力狼肿 那您刚才说 可以检查得出来 那通常这一类的毛病 可以是透过开刀 或者说是用 什么样的显微镜的手术 可以把它解决 把它挖除掉吗 还是怎样 是 假如是巧克力狼肿 五公分以上 然后呢 又实在是症状很厉害 那这样子的人 值得用腹腔镜来开刀 OK 那假如说是 没有明显的狼肿 可是月经的痛 实在很巴得它 那我们一般最开始用的 就是避孕药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孕 可是呢 吃避孕药以后 让它不排暖 让它的这个巧克力两种 不要继续的发展 这个是一般避孕药 对这些人的好处 那当然也碰巧年轻女性 她也有避孕的需要 所以就变成 这个一举两得的事情了 是您提到了 就是说用避孕药能够避免 这一个来潮期的疼痛 这是比较起止痛药来讲 是不是避孕药本身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很多的出草 在出草妇女来去就医的父母们 看到医生给自己女儿开避孕药 经常是freak out 只说哇 你怎么给我女儿开避孕药 但事实上 是不是很大一部分的医生 用这样一个方法 来帮助这些青春期的少女 避过经起来的疼痛 是 我相信用避孕药 可能避孕药用止痛药来讲的话 避孕药更make sense 更make sense 那你到长远来讲的话 一个人的医生 比如有几百个暖 那你避孕药吃了这个月 它不排暖 那是不是就safe这个暖泡 所以它的暖泡 就等于说损失的就更少一点 因为每月排一个就排掉了 你是说我不排掉这个暖 我还会累积 就是说比方说 我有100个暖 是我这医生有的 那我这个月避掉了 我可以省掉这一次 我不会用掉这一次 还有99个 那么我会一直 属于我的100个暖 一定都还在 对 当然你到很多年以后 年纪大了 就没有 不是没有 它暖泡的功能就不好 是是是 哇 这倒是一个 我相信 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相当新的一个观念 那关台湖为什么有的人 就是说他 为什么同样有的人 这个月经来的时候 他很自由很快乐 一样又蹦又跳 有的人就痛的躺在床上 不能疼痛 除了您刚说的巧克力狼肿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 造成 同样是女孩子 为什么这么大的差别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有些人他 没有巧克力狼肿 可是呢 他还是很痛 那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就需要用一些生理的办法 比如运动 这个让他的 就是其他的地方发育的好 然后呢 让暖操不要那么辛苦的工作 这是另外一种想法 乖问你提到了 我不晓得您行因妇产科经验里头 有50年的经验 有没有会发现说现在的初潮期来得比 早期的时间更早一些 那很多的父母就觉得说 为什么现在女孩子的初潮来得比较早 会不会是因为跟现代的食物也有关系 都可能 一个是食物 因为我们美国的这些fast food 里边可能都是他们用荷尔蒙的办法 让它长快的这些 这是一个理由 另外呢 我相信 这个 比如电视啦 这些 这些人 让女孩子比较早成熟 哦 就是说整个人的视觉的关系 以及新的媒体里头 让人早成熟的激励要比以前 因为以前比较在农业时代里头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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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都晚 哦 因为在战争的压力下 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谈到了一般妇科的种类 同时呢 我们也谈到了初期少女的情形 好朋友来也烦恼 不来也烦恼 等这些都是科技透过医生